第十三章 修罗海 江兰 灰衣男子眉头微微一皱 嘀咕了几声 秦宇三兄弟彼此相视 随后依旧看着这个神秘的灰衣男子 灰衣男子的实力已经完全震撼住了他们 在这灰衣男子面前 他们根本不可能逃跑 你是江兰的徒弟 灰衣男子皱眉看着侯废 你可不能撒谎 侯废一听 心中暗自舒了一口气 看来师尊的大名还是很好用的嘛 对 我的师尊就是江兰 我已经有了师尊 所以不能再拜师了 你也不能带我离开 侯废连连说道 侯废可不想和自己兄弟离开 秦宇 黑鱼只能沉默以对 呵呵 小猴子 别耍花头了 不管你是不是江兰的徒弟 我都要带你走的 即使你是他的徒弟 可是他的本领 你连一点都不会 这又叫什么 师徒呢 我帮江兰带为管教 相信他也不会有话说的 灰衣男子 展颜微笑开来 侯废顿时脸色发苦 兰叔的神通 侯废的确一点都不会 秦宇这时候倒是有些心急了 当即出声说道 前辈 侯废是我的兄弟 我们三兄弟一同飞升神剑 前辈 难道一定要让我们三兄弟分开 灰衣男子笑了 天下间本来就没有圆满的事情 这侯废自从炼成了惊天一棍 便和我有师徒之缘 好了 等这个小猴子修炼有成 我会让他回来看你的 说着 灰衣男子一挥手 侯废的身体便被钉住了 侯废的两颗眼珠低溜溜地转着 不停地怒瞪着灰衣男子 可是侯废无论如何 一句话说不出来 只能用眼神反抗 好烈的性子 我喜欢 灰衣男子微微一笑 便朝酒楼窗口走去 而侯废的身体则是不由自主地跟在灰衣男子身后飘飞了起来 秦宇 黑雨二人想要追过去 可是前方仿佛有着透明的隔膜阻挡一般 前辈 如果我们要找侯废 我们去哪里找啊 秦宇连忙出声说道 而此刻灰衣男子已经飞出了窗口 侯废也跟在灰衣男子身后 不由自主地飞了起来 灰衣男子回过头来 微微一笑 要找侯废 去修罗海吧 说完 灰衣男子身体化为一道流光直飞天际 侯废也跟在其身后 两道光点一下子到了天际 然后消失不见了 修罗海 修罗海 秦宇沉映着 黑雨则是出声说道 大哥 周围看不见的阻碍完全消失了 大哥 别想太多 那个灰衣男子实力比我们强的 多 要杀我们也就是一念之间 而且他对元侯一族传承禁地那么熟悉 应该就是元侯一族的先辈 他肯定不会伤害猴子的 秦宇也点了点头 这点秦宇何尝不明白 三十多个天神在这灰衣男子面前动都不能动 这种实力 又怎么可能来欺骗他们这些小人物 看男人口气 很显然认识兰叔 秦宇后悔的叹息一声 刚才光念着沸沸 竟然忘记了问那前辈是否知道兰叔在哪里了 大哥 别想太多 先出酒楼吧 黑雨当即跟着秦宇一同离开了酒楼 刚刚沿着楼梯到了楼下走到外面街道的时候 秦宇 黑雨二人就看到了行愿 紫云 紫云父母等四人在街道上正等着他们 秦宇 刚才怎么回事 侯废呢 他没出什么事情吧 行愿急切说道 行愿在酒楼正面方向 而刚才灰衣男子和侯废却从背面的窗户口飞了出去 行愿根本没有看见灰衣男子和侯废飞离的一幕 秦宇安慰道 没什么事情 那是侯废的某个前辈 现在找他有重要事情的 那我就放心了 行愿惭愧一笑 秦宇 刚才我们下楼发现 你们没下 就一直担心你们会出什么事情 只是那人实力太强 我们也没敢上楼 希望你别介意 秦宇不在意一笑 这也不能怪你 行愿兄 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我和黑雨不会回复绝村了 以后你也不必去找我们 如果有什么事情 我们会来找你们的 你的新家地址 我还是知道的 不回去了 你买房 行愿疑惑说道 秦宇身旁的黑雨 则是出声说道 不是 我们去城外 占山为王 行愿小声猜测说道 秦宇摇了摇头笑着说道 不算是占山为王 我只是要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好好进修一番 原本我进入伏绝村 只是为了能够熟悉一下神界大概情况 到如今 秦宇对整个玉池城 辖下势力范围内的事情 几乎算是完全了解了 哦 那你们在外面进修的时候 小心别被一些强盗发现 行愿嘱托说道 秦宇 黑雨 微微一笑 在江兰界中 那些强盗能够发现 告别了行愿一家人 秦宇 黑雨两兄弟就出了玉池城东城门 沿着关道一路东行 这关道向东迁离后就分成几条 岔道 秦宇 黑雨二人则是沿着其中一条岔道 继续前进 前进了一半 看前后没有任何人 秦宇 黑雨二人就这么消失在道路上 江兰界第二层空间中 浮博 秦宇直接将浮博换来 主人 有什么事情 浮博微微躬身说道 秦宇询问道 浮博 来到神界这么久了 我知道八大圣皇 可是其他神王却是不知晓 今日我便遇到一个高手 应该是神王 他来自于修罗海 你能说说修罗海在哪里吗 修罗海 浮博惊讶说道 黑雨站在秦宇身旁 静静听着 浮博 你知道修罗海 秦宇心中 暗喜 浮博 你还是将你所知道的 赶快告诉我吧 浮博无奈说道 主人 老主人曾经嘱托过我 新主人实力弱的时候 最好不要去惹一些大势力 连知道都不要 知道 这才最好 秦宇摇头一笑 车猴员想的倒是挺周到的 不过主人既然问了 我便说了 浮博恭敬说道 整个神界主要分为两大阵营 一个是神界本土势力 还有一个是下界非生者的势力 哦 秦宇眼睛一亮 神界本土势力就是神界援助居民吧 浮博点了点头 神界最根深蒂固第八大势力 也就是八大圣皇 便是神界本土势力 从神界诞生那一天起 便一直存在了 秦宇微微点头 而除了这八大势力外 无数年来 下界聚集得越来越多的非生者 也有一些英雄人物出现 最终诞生了属于下界非生者的三大势力 浮博缓缓说道 这三大势力 分别为修罗海 雪妖山 双玉岛 修罗海 雪妖山 双玉岛 秦宇不由将这三个词深深记在脑海中 浮博继续说道 老主人当年也评价过 修罗海 雪妖山 双玉岛 这三大势力 每一个势力都能够和八大圣皇其中之一一比 秦宇心中完全明白了 说到如今 属于下界非 非生者的势力 还是弱的 多 属于下界非生者的势力 才三个 而人家本土势力 却有八个 明显不在一个档次 秦宇心中暗叹 人家八大圣皇根深蒂固 传承一亿两千万一年 这三大势力 能够发展到和人家一个档次 已经很了不起了 不够修罗海 雪妖山 双玉岛这三股势力中 老主人曾经说过 三大势力中以修罗海为最强 浮博郑重说道 秦宇不由有些惊讶 主人 你还记得神界的简略地图吗 浮博笑 他说道 秦宇点了点头 神界主要是一块庞大之极的陆地 这块陆地中央区域有一块内海 而这块陆地外围则是无边无际的海洋 说到这 秦宇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情景 一个圆柄漂浮在河流上 圆柄中央有个窟窿 圆柄是神界陆地 这个窟窿就是内海 而圆柄漂浮其上的河流就是无边无际的海洋 对 这内海还有个名字 就叫修罗海 浮博笑着说道 秦宇大吃一惊 内海就是修罗海 秦宇没想到修罗海就是 他还以为是一块大型湖泊呢 神界的内海范围很大 单单算面积 估计占到整个神界陆地的八分之一左右 神界八大圣皇 分居神界陆地的东 南 西 北 东南 西南 西北 东北八个区域 而正中央就是修罗海 至于血腰山 则是夹杂在北极圣皇和西北圣皇两大势力区域之间 而最后一个双玉岛 却是在神界陆地之外 无边无际海洋中的一个岛屿上 福伯一口气说出了神界十一大势力各自地理位置 秦宇脑中很清 并不清晰地浮现出了各大势力的景象 想到福伯刚才所说 这修罗海竟然是三大势力中最强的一个 心中也略微平静了点 竟然有人敢占据神界中央的内海 并且命名为修罗海 看来修罗海的实力一定很适了得 废废在那 对他应该也有好处 第十五集开天辟地第十四章两重 抉择 秦宇 黑羽二人继续待在江兰界第二层空间中根本不会复觉村了 原本秦宇进入复觉村 不过是为了熟悉整个神界的大概环境而已 现在秦� 准备进行深层次的苦修 哪还在乎其他 神界每天都会有许多人失踪 这不过是小事 以后 如果还想回归普通人生活 只需要花费一些神灵石给玉吃成城主腐便 可以解决了 江兰界第二层空间中 正有五人坐在一起吃菜喝酒 这五人正是秦宇 黑羽 福伯 乌兰 以及一个极为高大的有黑男子 乌兰 还有多久你的神结 降临 秦宇笑着询问说道 我的神结 不大清楚 到现在都没有感应 乌兰无奈说道 他跟着秦宇来到神结时间虽然不长 可是他一直待在江兰界第二层空间中 实际上算是过了十几万年了 达到九级妖帝十多万年 还没感应到神结 这也令乌兰无奈的 哼 乌兰兄弟 别着急 到时候 我老乌陪你一起度神结 那高大的有黑男子大笑着说道 还是主人的江兰界好 就如同另一个世界 在这里 我一点束缚都没有 竟然可以变成人形 真痛快 乌兰但笑道 神结妖兽在神界要受束缚 在度过神结前无法划行 可是神结妖兽到了下界 都可以变成人形 而到了这江兰界 也是一个道理 秦宇心中非常明白 当初自己救下的八十多个宠物 在宠物囚龙中 还是本体形状 可一放出来 都能不化成人形 我现在 如果出现在神界 就又要变成黑烟一本体了 乌兰无奈摇头 这也是 为何乌兰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离开江兰界的原因 这乌赫不是别人 正是秦宇在神灵石矿山所收服的那个弟弟学龙 弟弟学龙在神界受到束缚 无法变成人形 可是到了江兰界中 却变成了人形 乌赫便是他的名字 吃喝完毕 乌赫 乌兰 你们二人便安静修炼吧 我和小黑也要修炼了 秦宇说道 是 乌赫 乌兰二人恭敬道 然后二人并肩离开了 乌赫和乌兰的关系很好 在神界妖兽中 弟弟学龙和黑烟乙都属于妖兽中的皇者 弟弟学龙胜在个体战斗力 而黑烟乙则胜在能够控制漫天盖地地乙巢 相比于弟弟学龙 神界之人更加畏惧灾难一般的乙巢 见二人离开 秦宇便对黑羽说道 小黑 沸沸离开了 也没人陪你切磋了 你随福伯去迷神殿 看看迷神殿留下的那些功法书籍 迷神殿中还是有不少讲述战斗方式的书籍 可能对你有好处 没切磋对手 不 有一个 黑羽但笑着摇头 哦 秦宇惊讶看向秦宇 这江兰界中可没几个人 谁是你的切磋对手 福伯呀 黑羽转头看向福伯 福伯的速度比天神都要快 攻击也是极为凌厉 和他切磋 对我的帮助肯定很大 福伯则是看向秦宇 秦宇心中当然知道福伯的实力 福伯速度很快 攻击非常干脆 以如今黑羽的实力根本不是对手 福伯 你认为呢 秦宇看向福伯 福伯微笑说道 我对空间也没什么领悟 不过老主人曾经教导过我一套战斗方法 纯粹依靠速度和力量的 我想和黑羽殿下切磋也足够了 我手下也会有分寸的 那好 秦宇思考了片刻也同意了 小黑 如果觉得寂寞无聊 就跟蹂躏乌吓 吴拦他们吧 蹂躏他们 黑羽那冷军的脸上也不拥有了笑容 达到终极神人境界的黑羽 加上那完全炼化的鸿蒙灵宝血 手套 攻击力可比当初大得多 上次在神灵室矿山和乌鹤交手 黑羽还只是夏季神人 靠着穿云枪和鸿蒙灵宝 并能够让乌鹤受伤 而如今实力翻了十倍的黑羽 一枪便能够将乌鹤刺个对穿 没事 我会去蹂躏他们的 黑羽带着一丝细血笑容说道 秦宇微笑着点头 随后的日子 秦宇便安心在自己的屋子中 进修 全身心的投入 震道 推眼中 杀阵 困阵 防御之阵 各个阵法分为很多类别 每 每个类别都有一些支线类别 不断的推演 就仿佛一升二 二升四 四变八 就这么推演下去 无穷无尽 秦宇的神识 推演速度极为快速 整个脑海中自动的浮现出一个个阵型 同时 各种属性的阵法符号也变换着 一刹那 便有千万个浮转消失 产生 而从外表看 秦宇就那么的一直盘坐在哪 痛快 痛快 秦宇猛然睁开眼睛 脸上近视 笑容 就在刚才 一个推演了整整三千年的复杂困阵 秦宇终于完全将其推演成 成功了 这种不断研究 不断努力 最终取得成功的感觉 让秦宇有种征服感 就仿佛征服一座又一座高峰一样 同时秦宇也愈加感到 浮薄在 震道上的实力 浮薄当初布置给他看的杀阵 他到了如今这个实力 才勉强看得出一些虚实 至于内部真正的原理 却是一窍不通 每征服一个难题 秦宇便会略微休息一会儿 我这样全身心投入研究 震道 对吗 秦宇忽然皱眉 他怀疑起了 自己来到神界这么多年 秦宇几乎所有 所有的精力都花费在了震道上 要在利尔家族家族中挺直腰杆 我只有两个方法 一是实力达到神王境界 二是成为将神一样的人物 秦宇很清楚自己的优势 自己的优势是左丘梅留下的流星类 还有将神车猴园留下的迷神殿 以及大量的震道 迷卷 还有车猴园留下的一些经验 如果自己去领悟左丘梅留下的空间感悟 要多久才能达到神王境界 秦宇思考了许久 答案是 不知道多少年 因为上一次秦宇花费了三千年功夫 从灵魂经济 从灵魂经单初节 达到了终极神人顶峰 按照秦宇估计 估计花费万年功夫来感悟 估计能够达到上级神人顶峰 而神人到天神 这是一道坎 秦宇估计花费数万年才能跨过 而后下不天神 中不天神 上不天神 一个比一个难 所需要消耗的时间肯定一个比一个漫长 而且是十倍一般的增加 秦宇相信自己到上不天神 最起码要千万年计 那还是最幸运的情况了 在神界 历史上有短短千万年就到上不天神了吗 在神界 上不天神都是呼呼呼呼 不风唤雨的人物 那个不是经历各种难关 悠久岁月苦修才能成功 可是 这还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就是 上不天神到神王 神界神王数目很少 就那么些个 八大圣皇都是神王高手 而八大圣皇都是存在了不知道多少一年的人物了 单单靠留心类遗留的感悟 就能够到神王境界吗 秦宇并没有这么认为 如果这么容易就到神王 神界的神王高手就不会这么少了 在秦宇看来 即使拥有左丘梅遗留的感悟 没有足够的时间 足够的历练 以及那么一丝 是很难从上不天神到神王的 修炼到神王 需要的时间 秦宇无法肯定 所以第一条路不通 第二条路 成为堪比匠神的第一练气高手 秦宇自己反而有着足够的信心 要成为练气高手 有几个要点 第一点 是 有人能够教你如何练气 这是一门技艺 如果没人叫 自己如同瞎子一般乱来 是不可能成功的 秦宇拥有匠神留下的大量书籍 还有跟着匠神无数年的福博提醒 学习自然轻松 而神界其他人 只有少数人才能找到 练气高手教导 第二点 有足够的材料去练制 试验 练气和其他物品一样 熟能生巧 就是理论上再厉害 也需要从普通的神器一步步来试验 积累经验 最后才能成为练气高手 同样 试验就需要大量的材料 没有足够的家底 敢那么实用 材料吗 秦宇敢 因为它背后有着匠神留下的大量财富 第三点 控制火的火候 也就是说 神识的境界拥有流星类 如今秦宇的神识便堪比下部天神了 而神界总共才多少天神 让天神 多来练气吗 第四点 体内真火境界 要融化一些材料是需要火焰的 秦宇如今原点后期 依旧是黑色神火 可是只需要再进一步 秦宇的体内真火便是白色静火 这是天神所拥有的真火 而且秦宇还拥有着炼火手环 火焰的供应 估计没人比得上 第五点 也是最后一点 对 镇导的领悟 秦宇花费近九万年 就领悟出镇导第一境界 虽然这是走入歧途的镇导第一境界 可是神界历史上 最快的一人领悟出 镇导第一境界也花费了十万年 而车侯员第一次更是花费了百万年 秦宇在镇导上天赋就不必说了 再加上有车侯员的一些经验以及提醒 这使得秦宇不会走上弯道 天赋比车侯员好 不会走弯落 再加上各种条件都激进完美 如果这样 秦宇都无法成为另一个将神 也只能算是老天要绝他了 秦宇坚定信念 一心推演 镇导随着时间流逝 秦宇在镇导上的领悟也是越来越深 同时 郁家赶到镇法海洋的无边无际 十二万年 秦宇这次研究领悟镇道 总共进行了十二万年 之所以他停下推演研究 是因为他走入了一个瓶颈 福伯 秦宇出声喊道 福伯是住在秦宇旁边的屋子中 听到秦宇喊声 福伯立即走了过来 主人 有什么事情 福伯 我刚才研究一个困阵 可是我自己也无法判断这困阵的威力 感觉这困阵的攻击有很多种可能 可是我无法肯定是哪一种 这怎么办 秦宇有些着急说道 福伯笑了 主人总算到了这个 这个地步了 福伯此话一出 秦宇便心中一阵轻松 显然福伯一直等待秦宇到这个地步 主人 你在脑海中对 镇道 推演 那一切都是空想 都是理论性的 其实许多事实走出来 效果并不一定如想的那般 过去你可能比较肯定镇法效果 可是随着镇法越来越复杂 主人的神识已经无法判断了 这时候就需要试验 福伯笑看着秦宇 主人 还记得当初你跟我要下品神灵石的时候 我从储物戒指中弄出那么多下品神灵石 以及各种金石嘛 记得 秦宇怎么可能忘记那一 福伯点头说道 我自己推演出来的镇法 到如今 连我自己也无法判定其威力了 因为已经复杂到一个极限 所以都是使用一些下品神灵石部阵来进行试验的 你是说我该进行镇法试验 那怎么试验呢 秦宇心中开始思考了 起来 黑语 乌兰 乌赫 让他们来感受一下镇法 不行 有的镇法威力太大 三人重伤丢掉性命怎么办 而且总不能浪费其他人时间 毕竟小黑他们也是要修炼的 福伯来 福伯没有灵魂 一些灵魂性的攻击根本无效 也无法检验镇法威力 自己亲身体验镇法威力 也不行 在江南界中 自己虽然可以毫发无伤 可以 如果用江南界空间之力抵消攻击 那又如何检验镇法威力呢 主人 这很简单 和老主人学 随便找一个强盗势力聚集的地方 你在一些地方布置下镇法 就拿那些强盗们做试验 福伯说出了建议 秦宇眼睛一亮 好 就学 秦宇微笑道 黑龙潭势力范围边缘处吧 忽然秦宇身体一震 一股气息从秦宇全身弥漫开来 秦宇微 秦宇一愣 玄机眼中近视狂喜 经过十二万年的功夫 这星辰空间终于完全演变成功了 第十五集 开天辟地 第十五章 一路同行 星辰空间中 整个星辰空间仿佛愤怒的海洋 歇斯底里的旋转了起来 整个空间完全扭曲旋转着 而这旋转的核心 就是那一颗和江湖气息颜色一模一样的圆点 果然和预料的一样 秦宇的意识完全和星辰空间融合为一体 上一次秦宇就发现 圆点周围有着一小块空间扭曲旋转了起来 而且 还有一种难以察觉的速度 缓缓延伸着 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扭曲空间终于延伸到整个星辰空间 整个星辰空间都处于旋转震荡中 圆点之境下一个 境界又该是什么 秦宇沉思了起来 秦宇的意识一边接触着圆点 一边接触着星辰空间之外的 犹如液体一般流动的降虎 降虎空间中 那特有的古老亘古气息让秦宇很是平静 原来 秦宇意识忽然清醒过来 秦宇的意识能够感受到那圆点 如同心脏般的扩张 收缩 虽然十分轻微 轻微到秦宇唯有意识融合 才能够勉强感受到 圆点 它在变小 这么些年来 虽然圆点一次比一次体积小 现在更是只有安纯淡大小 可是过去秦宇单靠意识融合 却无法发现圆点的变化 可现在发现了 圆点一张一缩 每经过这么个过程 体积就会小伤那么一丝 过去没发现 现在发现 说明什么 说明圆点缩小的幅度变大了 大到能够让秦宇察觉了 刹那 秦宇意识完全回归身体 睁开眼睛 秦宇� 有着一丝微笑 整个星辰空间已经完全演变 圆点的演变也要走到终点了吧 下一个境界应该是 秦宇的脑海中仿佛电光时闪一样 浮现出一幕幕场景 有圆点收缩到极致 猛然爆发开来的 然后形成无数星辰 演化成整个宇宙的 也有圆点收缩到极致 形成另外一个黑洞的 也有星辰空间爆炸 圆点进入 降湖空间的 一幕幕场景 这都代表秦宇这些年的一些感悟 秦宇知道 这一幕幕场景都有可能成为圆点至今下一个境界 每一个境界都代表一条眼 最终的演化道路 可是所有的道路上只有一条是最完美的 可以让自己登上最终极演化道路的 那条路是哪一条 秦宇心底没有把握 如果走偏道 走到极致 虽然不会是最终极最完美的那条路 可是攻击力肯定也很强 秦宇心中暗自想到 在秦宇看来 如果将圆点收缩到极致 再来一次演化 演变成新的黑洞 然后形成新的圆点 估计那时候的圆点之力将会凝聚到恐怖的地步 秦宇认定这是一条循环的道路 不过是偏道 这条偏道走到极限 攻� 秦宇不惠弱 秦宇有感觉 走这条路 自己不会失败 可是也算不上成功 最正确的道路 最终极的道路 到底是哪一条呢 秦宇心中暗叹 奈何他想变了各种演变道路 可没有一条能够让他感觉完美 秦宇追求的 是当初感悟黑洞之境 刹那那种明雾的感觉 秦宇相信 如果哪天自己想到那条演变道路 有种明雾惊喜的感觉 或许就是最成功的演变之道了 圆点还在缩小 按照这种幅度 到圆点收缩极限应该还有数百年时间 我还有数百年近千年的 时间做准备 秦宇心中暗叨 这数百年的时间 如果误不出那条演变之道 只能走其他道路了 秦宇心中很明白 圆点收缩到极限的那一刻 自己必须做出抉择 引导圆点之境 走入下一个境界 主人 怎么了 福伯出声说道 秦宇清醒过来 笑着说道 没什么 从今天起的数百年时间 我决定不再研究 震道 先去黑龙潭势力边缘 找一个地盘 试验试验 我推演出的一些阵法吧 数百年时间 对于推演阵法来说 太短了 到了如今秦宇这个境界 要努 这些努力推演的阵法 一般都需要过千年 乃至更久才能成功 数百年根本没什么用处 这数百年 一边试验阵法 一边感悟 星辰变 下一个境界 福伯 你继续在江兰界中 我一人去黑龙潭势力边缘寻找地盘 这事情也不必麻烦 小黑了 秦宇嘱托了一声 整个人就消失在了江兰界中 神识 透过江兰界观察这条偏僻的官道上 没什么人 秦宇便出现在了这条道路上 然后便以一种平缓的速度前进着 离开复觉村 选一个山头来进修 这是秦 秦宇等人原先准备的计划 自然在伏觉村的时候 购买了一份玉池城周围的势力划分地图 这种地图很便宜 只需要一块下品神灵石 毕竟玉池城周围的强盗势力范围 只要活得比较久的人都是知道的 当初还跟费费一起计划选一个山头进修的 没想到她现在就去了修罗海 秦宇心中感叹一声 随后便压下这种心思 秦宇速度不快 可是却有着特异的节奏 保持这种速度节奏 秦宇已经走了整整两天了 如果有人看秦 秦宇的眼睛没有神采 因为秦宇只是略微注意一下走路 而几乎所有的精神都在思考着原点至今下一个境界 过去花费二十多万年的时间 秦宇一直推演 正道 这也使得秦宇灵魂境界进步了一些 神识强了不少 推演能力强了很多 秦宇的脑海中 星云旋转的图景 一颗流星的图景 一颗星和悬浮的图景 一颗行星的情景 化为一颗恒星情景 最后爆发演变成恒星的情景 最后再蜕变成黑洞 然后形成原点 一幕幕长景闪电般地划过 然后 秦宇的脑海中闪电般地变换着场景 各种演变可能不断涌现 然后不断地被秦宇筛选 一条条支线演变可能在秦宇脑海中出现 演变后 实力增加弱的支线道路直接被秦宇摒弃 然后秦宇花费更多的精力研究那几条实力增加多的支线道路 就在这种思考中忽然 嗯 是你 一道声音直接灌入秦宇耳朵 秦宇即使在思考 依旧有一丝注意力在外界的 秦宇脑海对星辰变 演变的推演顿时停止下来 秦宇双 秦宇也瞬间有神了 抬头 朝左边空中看去 空中正有一白衣少年在飞行着 那白衣少年对秦宇微笑着一点头 然后便飞到了秦宇身边 这好像是我和你的第三次见面 对 是第三次秦宇微笑着答道 这白衣少年模样的 正是黄敬 呵呵 那天你也在酒楼 知道我是女儿之身了 我也不必掩饰了 黄敬微微一笑 身上的白色武士装立即变成了一套黄色螺衫 就在秦宇面前 一个文静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文静的少女 黄敬大人 在下秦宇 秦宇恭敬说道 秦宇可记得 这个黄敬 可是炫金山的修炼者大队长 那地位在整个神界东部 也是属于顶级高层的那一种了 而且这个黄敬 应该还是上部天神 秦宇可记得 灰衣男子一个新念 三十多个修炼者 进阶被定住了 唯有黄敬能够缓缓挣脱 虽然灰衣男子略微加厉 就压制住黄敬 可是黄敬实力依旧不可小瞧 不要叫我黄敬大人 我听不习惯 叫我黄敬就可以了 黄敬微笑着说道 黄敬的微笑 很容易让人感到一阵亲 秦宇也就点了点头 黄敬 据我所知 距离上一次见你 也有一千多年了 难道这一千多年来 你一直在玉池城 江兰界第二层空间中 十几万年 外界也就一千多年 不是 上一次 我带一些手下来着陪我弟弟 而这一次 是我独自一人过来见我弟弟的 黄敬笑着解释说道 哦 秦宇点了点头 黄敬 你不是在炫金山吗 你弟弟怎么在这 秦宇可清楚记得 上一次酒楼中黄敬那些手下谈话的时候 也泄露了一个讯息 黄敬的弟弟实力很强 比一般炫金山修炼者要强 黄敬微微一笑 我弟弟虽然也达到天神境界了 可是他不喜欢炫金山的氛围 所以就住在了玉池城这边 算了 不谈这个了 能说说你的情况吗 秦宇 黄敬二人就这么并肩走在道路上 走过了湖泊 走过了山林 二人很轻松地谈着彼此的事情 秦宇并没有隐瞒自己的情况 只是将一些重要事情略微改一下而已 呀 要到了 黄敬忽然看向四周 然后对秦宇一笑道 没想到不知不觉间 我已经到了岔路了 我现在就要朝北前进了 你呢 朝南 秦宇回答说道 的确 黑龙坛的总部还在南方比较远的一处地方 秦宇依依依旧要朝南方前进 毕竟现在这里是属于关道 这里可没有什么强盗势力 黄敬似乎有些失望 随后微微一笑 那以后有机会再见面吧 我就先去我弟弟那了 再见 秦宇微笑着点头说道 黄敬整个人立即飞了起来 罗山群尾也随风飘荡 刚刚飞起的时候 黄敬突然转头看向秦宇 秦宇 说实话 刚才跟你一路走来 在你身边的那种感觉很舒服 很舒服 秦� 你可别乱想啊 是挺舒服的 心里比较平静 我想 如果我常常在你身边 修炼速度也会快上许多 好了 再见 黄敬对秦宇一笑 整个人就朝北方急速飞去 秦宇看着黄敬的身影 消失在天际 舒服 秦宇自嘲一笑 便继续朝南方继续前进了 在秦宇心中 遇到黄敬不过是旅程上的一个小事情而已 不过连续三次相遇 而且隔绝了一千多年再次见面 的确算是有缘 这一次 秦宇加快了速度 甚至于还对身体周围空间进行控制 抵消部分 在秦宇的计划 整个人速度极为的快速 短短一个时辰 走过了过去两天的路程 秦宇一口气穿越过了黑龙潭的势力范围 来到了黑龙潭的南方 黑龙潭的南方人烟稀少 也没有什么村落 平常是没什么人的 而秦宇就在黑龙潭势力南方边缘处选了一座地方 这一处地方虽然处于黑龙潭势力边缘 可是间 或者还是有不少黑龙潭的人经过这里 在秦宇的计划中 这些人就将成为试验阵法的人了 这些人要怪 就怪玉池城外 三大强盗势力中 只有黑龙潭是秦宇最熟悉的一个 也是最有渊源的一个 嗯 不错 这山头虽然比较小 可是也算是山清水秀 秦宇看着眼前这座山头 这座山头郁郁葱葱长着不少植物 树木 虽然山头不算大 高度只有两千米 可是秦宇却看得很喜欢 从今天起 我也算是占山为王了 这山头便叫迷你山 秦宇脸上露出了笑容 然后大步地朝迷你山走去 第十五集 开天辟地 第十六章 正法八集 迷你山山清水秀 山林间还活跃着一些妖兽 整个山林内没什么人机 很是幽静 随着秦宇的到来 这座坐落于黑龙潭势力南方边缘处的迷你山 如今有了新主人 池水清澈见底 可见池底那些光滑的石头 还有各色鱼儿在其中游荡着 在这一弯池水旁 便是一座木屋 木屋之外 有一黑袍长发青年站立着 在这青年身后便是一脸微笑 略显恭敬的老者 福伯 从今天起 我就住在迷你山 暂时不进入江南界了 短短数百年 还是在外界好 也好让小黑他们更多时间修炼 秦宇淡笑着说道 是 主人 福伯恭敬说道 秦宇目光一扫 四面八方 不由心旷神移 这个地方很不错 过会儿 我便在这座迷你山周围布置下阵法 让黑龙潭的人尝尝吧 主人 在试验阵法之前 我有一件东西要给你看 福伯忽忽然说道 哦 秦宇 精益看向福伯 什么东西 福伯恭敬说道 老主人离开的时候 将一些东西留在我身边 其中他便嘱托我 当主人的 正道 境界出入殿堂 便可观看这一卷卷轴了 福伯手中突兀的出现一卷金色卷轴 出入殿堂 秦宇不由一笑 的确和福伯在正道上的成就相比 自己也的确算是 出入殿堂 虽然自己如今在正道上 领悟比十几万年要强得多 这卷轴内是什么 秦宇好奇结果 福伯微笑说道 主人看过便知道了 这也算是主人在正道道路上的一些指明道路的灯塔吧 秦宇带着好奇 神识融入这一卷金色卷轴中 你好 我的继承者 当你看到这卷轴的时候 估计早就开启器物店掌控整个民神殿了 对 正道 领悟也到了一定地步 我留下这一卷 只是想要让你知道 正道的一些细致的层次 好让你更加明确地 为自己的定位 正法海洋 无边无际 它的究极至今 无人知晓 有的正法高手 将对正法的领悟 粗略地定为正道第一境界 正道第二境界 正道第三境界 可是我认为这种定位是不对的 因为每人的正道第一境界都是不同的 比如我自己当年第一次领悟的正道第一境界 论实力 比第二次花费十一年领悟的正道第一境界 要低上百倍 比如我的仆人阿福 阿福虽然一直在正道第一境界上的前进 可是它的正道实力 却是和一般的 正道第二境界高手相比 所以单单用三大境界 无法详细区别正法层次 这也使我亲自对正法做出了定位 从神界诞生以来所出现的正法 都能够在我的定位中找出对应的级别 正道九百卷中举出了很多正法例子 从简单到复杂 不过 正道九百卷中举出的例子 进阶为一级正法 也就是最初级的正法 看到这里 秦宇心中也是一阵 当年自己完全掌握正道九百卷的正法 不出正道第一境界 便自认了不得 现在看来 那些不过是最底层的正法而已 而正法的级别 我暂时定为八个级别 这八个级别的正法威力 效果 我都在附属的卷轴中做出了详细的记载 一级正法算是基础 能够布置出二级正法 就算是步入正法殿堂 能够布置出三级正法 就算是正法高手 而布置出四级正法 便算是正法大师了 而布置出五级正法 在神界 要炼制出天神器 在正法上的修为 最低要达到五级正法层次 秦宇暗自记住 能够布置出五级正法 方能炼制天神器 在整个神界 能够布置出五级正法的人物 并不算多 而布置出六级正法 呵呵 整个神界这种炼器宗师 估计在五个 之内 至于七级正法 八级正法 历史上 也唯有我车侯员才能布置出 秦宇倒吸一口凉气 从正法的分级中 秦宇就明显感受到车侯员在正道上的实力了 正法八级 竟然七级正法和八级正法 唯有车侯员一人布置而出 秦宇努力平息 有些激动的心情 继续看了下去 正法八级中 第七级 第八级唯有我一人达到 暂时可以 不管 第一级到第六级 已经可以定位神界高手的正法了 第一级到第六级 都是从简单到复杂 就是能够布置出六级正法的正法 宗师眼中 似乎叠加的越多 融合的越多 越加复杂 正法就越加厉害 当年 我也这么认为 不过当我达到 正道 第三境界 而后布置出七级正法 买至于我最高成就八级正法 我才发现 第一级到第六级是从简单到复杂 第七级往后 正法布置却是越加简单 大到至简 可能就是这个道理吧 秦宇牢牢记住这些话 可是秦宇也有些不明白 叠加的越厉害 威力当然更加大 正法就是需要让各个部分有机完善的结合在一起 比如十重叠加 威力自然不如十六重叠加 可是为什么七级正法 八级正法 又从复杂变向简单呢 真是够深奥的 秦宇心中苦笑 如今的他 现在不明白这个道理 或许以后会明白 关于八个级别正法的效果 我已经在附属卷轴中举出了详细的例子 分别将每个级别的最弱正法和最强正法举例出来 我的继承者 如今的你 对于七级正法和八级正法 最好不要研究 毕竟 不打好基础 就研究七级正法 八级正法 对你 反而有坏处 当然 正法八级 是我个人分类的 并不是神界公认 而且 在我心中 八级正法之上 应该还有九级正法 乃至于十级正法 只是如今的我 无法再突破了 我的继承者 弥神殿交给你了 我也希望 我的将神之名 你也能够帮我传承下去 努力吧 我的继承者 收起了金色卷轴 秦宇沉默了片刻 福伯 把车侯前辈 对八级正法的详细说明的附属卷轴给我 秦宇看向福伯 福伯微笑着点头 主人 对于一级到三级正法详细说明的卷轴有一个 对四级正法详细说明的卷轴有三个 对五级正法详细说明的卷轴有十二个 对六级正法详细说明的卷轴有九十八个 七级八级正法卷轴一个 说着 福伯身前便出现了一堆金色卷轴 秦宇立即神识大概地扫了一遍 秦宇并没有仔细阅读 只是粗略扫了一下 车后员将每一个级别 最弱的正法和最强的正法都记载出来了 也就是说 每个级别正法只有两个 一强一弱 唯有八级正法只有一个 这九十八个卷轴竟然只是记载两个正法 秦宇心中暗叹 复杂到极限 的确是够恐怖的 主人 神界中其他人炼制神器加持正法 因为正法太过复杂 导致了所消耗的时间都是格外的长 这也使得炼制出一件天神器消耗时间很长 而老主人 炼制天神器却是轻松无比 福伯自豪说道 将神之名 启示二系 福伯 我没有仔细阅读过 你说说 如今我的正法层次算是哪个层次 秦宇询问道 福伯恭敬说道 主人天纵之之 仅仅二十余万年 便算是踏入三级正法层次 虽然是属于三级正法中较弱的 可是已经狠了不得了 三级正法层次 秦宇微微点头 这种速度 还算可以 福伯 你呢 秦宇忽然好奇起来 秦宇可是知道 整个神界达到六级正法层次的 在五个之内 而五级正法层次 肯定也极为稀少 毕竟到那个程度 便可以炼制天神器了 福伯谦虚一笑 当年老主人对老仆也是经常指点 老仆也不敢有丝毫松险 这么多年 也算是踏入五级正法层次了 第十五集 开天辟地 第十七章 迷你山的主人 五级正法 不是可以炼制天神器了 秦宇略显惊讶说道 福伯摇头说道 对正法 领悟达到五级正法层次 不过是炼天神器的一个条件 同时 还有其他对于火焰 材料等等的要求 我自己也没有灵魂 自然无法用神势控制火候 也炼制不出天神器了 秦宇心中也不由为福伯感到可惜 没有灵魂 的确是有很大的束缚 福伯 你先歇息吧 我现在不正 秦宇微笑着说道 随后整个人凌空悬浮而起 而后秦宇双手如同幻影一样 一道道光滑从秦宇双手间飞出 同时还有着无数的符转硬符 亮晶晶的神灵石 突兀地从秦宇双手飞出 一颗 两颗 三颗 二十四颗 整整二十四颗夏品神灵石 飞向了迷你山的四面八方 每一颗夏品神灵石上 都散发着绚丽的光滑 处于布阵中的秦宇 优雅地祭出一道道神灵硬绝 速度又缓又快 蕴含的神之力又多又少 十分巧妙地让整个阵法契合起来 这个阵法不过属于一级阵法 只是属于一级阵法中 稍微厉害一些的幻症而已 黑龙潭 实际上是一个百里方圆的美丽 湖泊 这个美丽湖泊中 没有一个鱼儿生存 完全是生命的绝境 只有些水类植物生长着 在黑龙潭的旁边 有着一座奢华的高大宫殿 这宫殿便是黑龙殿 黑龙殿周围还围绕着三座宫殿 这三座宫殿便是黑龙潭首领 黑龙大人麾下三大高手的宫殿 平常论热闹程度 那三座宫殿比黑龙殿要热闹得多 因为黑龙殿中只有几个仆人 那几个仆人 也不过是保持黑龙殿的清洁而已 终于黑龙大人本人 已经很久很久没出现在过黑龙殿了 黑龙大人麾下三大高手 熊黑 柳絮道人 魅吉 除了这三大高手外 黑龙潭的大量手下 却根本没见过黑龙本人 黑龙本人到底在哪里 为何一直不出现 是不是死了 没人敢问 知道这个答案的 也只有那三位大人了 黑龙潭的势力极为的大 手下人马自然也极多 三位大人 随便哪个都能够很轻松的 拿出个十万人马出来 如果论三位大人的权势 则以熊黑为最大 熊霸殿 这就是三座宫殿中 属于熊黑的宫殿 熊黑掌控黑龙潭超过一半的人马 大多事情都是由他来决定 可是这几个月来 熊黑有些烦恼 因为他的手下 已经无缘无故失踪了数十人了 如果是被谁杀死 他熊黑也不会在意 只会立马派人去报仇 可是他查不出来 自己的手下是被谁杀的 熊霸殿大殿内 一名身高近乎三米的 强壮黑脸汉子 坐在大殿之上 只手撑着下巴微微皱眉 只听着清晰的脚步声 一名黑衣女子快速地走了进来 看到黑脸男子目光扫过来 这黑衣女子盲说道 大人经过我们多方查探 终于发现了一个疑点 说熊黑淡淡说道 黑衣女子恭敬道 这四十多人 虽然是分成三批人出去办事 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朝南方前进去办事 属下派人沿途行走 最终发现一件事情 嗯 熊黑鼻子一哼 目光扫向黑衣女子 就在我们黑龙坛总部南方 大概数千里的位置 有一座小山 我派人沿途查探 可是他们查探到那座小山的时候 发现一件事情 进入那个小山的人 会迷失在小山内 再也出不来了 因为这次查探 查探队伍中 再有三人失踪在那座小山内 黑衣女子说完 便安静地等熊黑命令 一座小山 熊黑直起身体 正是这黑衣女子 叫什么名字 黑衣女子眉头一皱说道 大人 查探队伍回来 禀报了一件很怪异的事情 那座小山 我们平常也没在乎 只是荡城无名山 可是这次他们去查探的时候 却看到 山脚立了一块石碑 上有三字 迷你山 迷你山 熊黑眉头微微一皱 大人 那石碑 看似心力 结合整座山都蕴含困人的诡异能力 属下猜测 可能有某个人 或者某个小势力 占据了那座山头 并且在那迷你山周围 布折阵法 黑衣女子说出了心中所想 熊黑冷哼一声 某人 或某势力 真是够胆大的 难道不知道 我黑龙潭周围 是不允许任何势力插足的吗 黑龙潭很霸道 其势力范围边缘处 根本没有一个势力存在 过去 有 可是那些 都被黑龙潭铲除了 卧榻之旁 岂容他人酣睡 竟然敢困了我的人 还不放回来 好 阿姨 到你手下 找到精通阵法 以及一些精明的人 去给我破掉什么迷你山的阵法 然后将那布阵之人 给我杀死 熊黑冷声说道 黑衣女子恭敬道 是 大人 黑龙潭挥下人马极多 自然也有精通各个方面的人才 以大人 尽管放心 属下 这次一定会杀死 迷你山上所有敌人 柳七岩 恭身对那黑衣女子 做出了沉默 七岩 你办事很有分寸 不过这一次 你必须小心 迷你山上的阵法威力 应该不小 切不可重蹈 其他人的覆辙 黑衣女子冷然说道 是 柳七岩恭敬得很 离开黑龙潭总部 柳七岩带着20名手下 朝迷你山赶去 这一对速度 还算是快 花费 两天功夫 总算赶到了迷你山外围 停 柳七岩挥手命令手下 柳七岩出生在神剑 而后便生活在伏爵村 可是柳七岩感到 在伏爵村每千年 都要缴那么多税 修炼的神灵石都不够了 所以他走进了黑龙潭 经过这么多年底奋斗 在黑龙潭也混了上来 算是低层的一个 小队长般的人物了 上一次青梅竹马长大的紫云 跟邢远成为了夫妻 面对这事情 柳七岩并没有靠武力对付紫云 邢远 不是他不想 而是他看不透邢远的好友 秦宇三人 柳七岩就是这么一个 小心谨慎的人物 对于感情 他也没相信过 在他心中 权力 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感情 不过是虚的 柳大人 那石碑上有迷你山三字 二十名手下中 其中一个中年男子出生说道 柳七岩微微点头 诸位 这里就是迷你山了 而整个迷你山 便是被一种阵法给覆盖了 三阳兄 我们中你对阵法最精通 你上前去看看吧 一个留着山阳湖的中年男子 走了上去 随手取了地下几个石子 然后朝迷你山内部扔了进去 所有人都清晰看到 那几个石子 就那么自然滚落到 山上的一块石头上 没任何变化 三阳兄 可知道是什么阵法 柳七岩出生询问道 山阳胡子男子并没有说话 而是射出一道神之力 进入迷你山 整个迷你山 顿时浮现出一个巨大光照 同时密密麻麻的 无数的符转硬符 漂浮在旗上 山阳胡子男子 脸色有些严肃 柳大人 如果我撂得不错 这阵法 应该是神界阵法 而且还是属于 神界阵法中比较高深的 柳七岩 心中感到不妙 不由看向队伍中其他人 柳大人 山阳兄说得不错 这阵法的确很深哦 其他人也一个个点头表示赞同 神界阵法书籍 在黑龙坛这么多年 我也只见过一卷金色卷轴 根据我在下界对阵法的领悟 研究了那套阵法书籍 总算有所得 可是要破这阵法 还是不够 山阳胡子一脸严肃 柳七岩等人 根本不知道 此刻秦宇正用神石观察着他们 秦宇靠着流星类辅助 神石也能够延伸出千米距离 而此刻秦宇就站在 迷你山上的一棵树的树冠之上 距离柳七岩等人 只有三百余米 距离阵法书籍 还一卷金色卷轴 秦宇一开始听那些人彼此交谈 还以为这个三阳多么厉害 可是现在一听 这家伙才只看过一卷的神界阵法书籍 柳大人 我只能用笨办法感受一下 这阵法威力了 这三阳看向柳七岩 柳大人 用一根长绳 捆覆住我的腰部 你们在山外 我独自一人先进去 过十七时间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直接叫我拉出来 柳七岩思考片刻 也点了点头 真的进来了 呵呵 绳子 可是会断的呀 秦宇脸上有着一抹笑容 随后整个人如同柔风一样飘落下来 福伯整个人 瞬间到了秦宇身旁 这二人一前一后 正朝山脚赶去 记住 十七时间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要拉我回去 三阳再次嘱托道 三阳兄 尽管放心 其他人立马打包票 这时候 腰上绑着绳子的三阳 才安心地进入迷你山内 这三阳刚刚进入迷你山境内 便感觉周围景象完全变了 好厉害的阵法 布置这阵法的人 一定是神界的阵法大师吧 三阳心中暗叹 对于阵法的书籍 对 神界还是很珍贵的 一般人怎么可能看得到 更别说去研究了 这三阳根本不知道 这阵法 不过是一级阵法 实习时间到了呀 怎么没拉我 三阳有些疑惑 拉我回去 三阳大喝一声 此刻的三阳 根本不知道 无法靠自己出去 只是任凭他再喊 腰上的绳子 也没什么反应 咦 三阳回过头来 看向连着自己和外界的 绳子 脸色顿时变了 嘴里还嘀咕着 不 是幻境 不是真的 不能相信 不能相信 柳七眼等人 猛的一拉 却拉出半截绳子 绳子被人剪断了 柳七眼一看脸色就一变 三阳兄也陷入其中了 这可如何是好 顿时有些人就开始急了 柳七眼 来到我的地盘 怎能不邀请你来做做呢 一道声音 忽然从迷你山传了起来 柳七眼等人顿时惊骇 朝迷你山看去 只见整个迷你山上 迷蒙的光芒 再次浮现 密密麻麻的浮转硬幅 在光照上浮沉着 同时这光照猛的一掌 覆盖的范围一下子 增加了百米 顿时柳七眼一批人 在错愕中 就被阵法覆盖了 柳七眼啊 柳七眼 带着一个只知道 神界阵法皮毛的人 就来破我的阵法 真是 神界阵法 浮散区域 可是会随着能量大小改变的呀 最基本的一点 你们都不知道 秦宇灌入阵法的神之力 收回 阵法覆盖范围 顿时回归到原先状况 此刻的阵法 能量完全由神灵石供应 至于柳七眼一批人 已经完全困于阵法中了 呀 让我出去 混蛋 让我出去 在迷你山的某处 一个金发老头 疯狂嘶吼着 他已经被困在这好几个月了 而此刻柳七眼 从他身边走过 却一点没有发现 那疯狂的老头 如今迷你山上 也有了好几十个 试验阵法的人员了 不过还不够啊 秦宇站在树棺之上 看着那一些惊慌失措的人 嘴里喃喃自语 这些人实力也比较弱 不过等一段时间 黑龙坛的高手 估计就坐不住了 我就能够试试厉害的阵法了 第十五集 开天辟地 整个人站在池水之中 光着脚 踏着水底圆滑的石头 而秦宇却睁大眼睛 看着池水中的鱼儿 双手平伸着 似乎随时准备抓鱼 呵呵 夫伯在岸上看到秦宇如此 也乐呵呵笑了 秦宇并没有用神石锁定池水中的鱼儿 而是使用最古老最原始的方法 用眼睛看 然后用双手去抓 随着秦宇一次次抓 白花花的池水也飞溅了起来 嘿 我就不相信了 一条抓不着 秦宇将双臂袖子卷起来 其实秦宇只需要心意移动 这套神器战衣便可以自动卷起 不过秦宇现在却仿佛回到童年时代一样 尽情享受那种乐趣 主人 神界的鱼儿 可不是凡人界的鱼儿 那些鱼儿 可都是妖兽 虽然是神界中低级的妖兽 攻击力很弱 可是他们也是有智慧的 你这样抓 很难抓到的 福伯在远处提醒说道 听到福伯的声音 池水中的鱼儿 还蹦跳出池水 然后再窜入水中 显然在气 秦宇太狡猾了 秦宇气得缓缓呼出一口气 然后双目如垫钉着 那些鱼儿 双手更是变换出残疑 猛地对着池水插了下去 一条条鱼儿立马飞速窜开 鱼儿在水中灵动无比 滑溜的 秦宇根本抓不住 好好好 秦宇一连说三个好字 那些鱼儿竟然在池水另一端 不断地从水中蹦出 哼哼 秦宇灿烂一笑 只见这一弯池水 秦宇的鱼儿就这么落到了水底石头上 没有水 即使是神界的鱼儿 他们也只能勉强移动着 这下 我看你们如何逃 秦宇笑眯眯地走了过去 然后一手就抓住一个 那些鱼都瞪大鱼眼 怒瞪着秦宇 主人 你用江南剑来抓鱼 福伯瞪大了眼睛 秦宇回头过来 对福伯灿烂一笑 然后又看向双手中的两条鱼 哼 你们还跟我嚣张 小心我把你们给烹烧了 两条鱼顿时急了 饶命 饶命 这两条鱼儿竟然口吐人言 声音清脆无比 秦宇愣了好一会儿 然后才醒悟过来 这是神界的鱼儿 不是凡人界的鱼儿啊 神界的环境 连一开始刚刚飞升上来的人 身体都需要稳定 来承受神界的束缚 神界的鱼儿再差 会说人言也是应该 你们现在不要反抗 否则我将你们烧烤了 秦宇威胁道 不反抗 不反抗 一条绿色鱼儿 一条粉红色鱼儿 连连说道 秦宇微笑着点头 心意一动 便见这两条鱼儿 收到了江兰界中 没想到主人 还有这番孩童之心 福伯在一旁笑着说道 秦宇一挥手 原本被吸入江兰界的池水 又被秦宇送了回来 秦宇走上岸 卷起的裤腿和袖子 也自动恢复原样 秦宇脸上 已然没有了刚才的笑容 轻松 主人 你怎么了 福伯已经感到 秦宇心情的变化 秦宇目光飘渺 淡然说道 孩童之心 我也想有 可惜 很久很久以前 我已经没有了 你以为我抓鱼 是好玩吗 福伯 我一般不会让自己 独自一人停歇下来 我不是修炼 就是推演阵法 或者就是陪自己兄弟在一起 我很少独自一人 什么事情不干 你知道为什么吗 秦宇看向福伯 福伯摇了摇头 秦宇自嘲一笑 你不懂的 因为如果我独自一人 并且什么事情都不干 我的脑子就会想 想很多事情 而想到最多的就是 链 想见 却不能见 想爱 可是却只能忍住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一万年又一万年 一切都压在心底 压了这么多年 秦宇捂着胸口 沉甸甸的 很沉 很沉 秦宇仰头看天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笑容可以让人心情略微轻松 而做一些孩童一般的事情 也同样放松心情 我不是一个爱笑的人 可是有时候 我也会让自己笑 我不是一个有孩童之心的人 可是我还是会做一些孩童 才做的事情 这样 我的心能够更好受一点 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可以略微轻一点 秦宇眼角有些湿润了 可秦宇又笑了 眼睛又笑细了 平常时候 不间断地推眼震道 或者不停地修炼 我根本没让脑子空闲下来 可是这段日子 我停歇下来了 我脑子 又会不受控制的 多想了 秦宇自嘲地摇了摇头 浮博在一旁看着秦宇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别这样 其实我还是很开心的 秦宇对着浮博一笑 和凡人界相比 我如今实力比过去强了 不知道多少 而且我现在也进入了神界 烈儿也在神界 甚至于我能够感应到烈儿的存在 秦宇单手一指北方 对 他就在那 秦宇收回手指 对浮博笑道 这么多年都下来了 还在乎再努力一段时间吗 我所走的这条路上 我会一直向前的 没人能够阻挡我 秦宇声音平淡 没什么气势 脸上更是有着一丝微笑 可是那种发自于心的自信 浮博完全感觉得到 主人 没人能阻挡住你的 浮博也点头肯定道 哈 秦宇猛地大喝一声 整个人也充满了活力 浮博 走 去江南界 瞧瞧 那两条鱼儿变成人后 是什么模样 江南界第二层空间内 黑羽的住处 秦宇这一次 是直接将两条鱼 放到黑羽的门外的 此刻秦宇 浮博二人刚刚到这 就听到热闹的谈话声 而且人还不少 咦 乌兰 乌赫 你们也在这 秦宇惊讶看到乌兰 乌赫二人 正和黑羽站在一块 顿时庭院中的五人 立即看向秦宇 浮博 大哥 这两个小姑娘 哪来的 黑羽立即说道 秦宇这才看向那两个女子 这两个女子 长得娇小玲珑 个子估计也就 一米五六的样子 此刻那两个女子 正眨巴着眼睛 兴奋地看着秦宇 秦宇大人 这两个女子 弯腰行李 他们二人兴奋死了 在神界中 他们这种普通的鱼儿 离开池水 就无法活动了 除非渡过神节 而到了江南界 没有了神界束缚 他们 却可以变成人形 你们叫什么 秦宇说道 大块头乌鹤立马说道 主人 穿绿衣服的叫绿水 穿粉红衣服的叫红宇 秦宇大人没问你 这绿水 红宇两个女子 立马交贺道 随后喜滋滋看着秦宇 秦宇大人 我叫绿水红宇 她叫红宇绿水 秦宇微笑着点了点头 有着两个叽叽喳喳的 活泼少女 连黑羽 乌兰等人的笑容 也多了 秦宇心中不由 认为自己的决定 果真是对的 秦宇站在树冠之上 俯瞰四周八方 主人 黑龙潭这一方 已经连续派人攻击四次了 前三次 都被我们轻易给困住 不过这一次 他们已经破了阵势的一半了 福伯在下面说道 秦宇点了点头 放心 这人在阵道上的实力 并不怎么样 一级阵法而已 他们破了 更好 以他们的破阵速度 等着阵法破掉 我第二个阵法 已经布置成功了 黑龙潭似乎真的恼怒了 他们派了一个又一个 阵法高手来破阵 可是这些阵法高手 在秦宇眼中 真的太弱了 稍微会一些神界阵法 就算阵法高手 这纯粹让秦宇好笑 可是那些人总算有些实力 竟然又连续破了秦宇 两个阵法 这两个阵法 都属于二级阵法中 比较弱的阵法 而秦宇总算要发狠了 这一次 秦宇准备布置出二级阵法中 威力比较弱的 杀阵 过去都是困阵 并没什么杀伤力 可以让对方有充足的时间 慢慢来破阵 公孙大人 请 柳七言恭敬地 跟在一名绿衣中年人身后 柳七言上一次 被秦宇的换阵给困阵 幸亏秦宇没有下杀招 只是困住他 待得后来阵法高手破掉阵法 柳七言又捡回一条命 这公孙敬 公孙大人 在熊霸殿阵营中 算是第一阵法高手 地位可比柳七言要高得多 而且他 已经连续破掉秦宇的两个阵法了 这也使得熊黑大人 大大奖赏了这公孙敬 可是每一次公孙敬 艰难破掉阵法的时候 秦宇的一个新阵法 就不止成功了 这也使得 黑龙坛没有办法抓住秦宇 你们在外面看着 小心点 我进去破阵 公孙敬淡然说道 略微检查了一下 只是这次检查结果 让他徘徊许久 可是过了许久 公孙敬依旧一脚 踏入阵法中 柳七言以及其他几个属下 只看到公孙敬在阵法中 不断地截出一个个手印 祭出 可是 公孙敬竟然只是坚持了 几次呼吸时间 砰 滔天的黑色火焰 猛然轰击在公孙敬身体上 甚至于 还有着一丝白色火焰 掺杂在其中 哄 在柳七言 以及其他几人的目瞪口呆中 公孙敬 整个人就仿佛树叶 被烧成灰一样 整个人就那么被烧没了 逃 快逃啊 柳七言可永远忘记不了 那一次阵法覆盖区域 猛得大涨的事情 这一次 柳七言很幸运 秦宇没有下杀手 而是站在树冠上 摇看如同丧家之犬一样的柳七言 几人仓皇地逃离了开去 他们叫你公孙大人 可是你太 不知天高地厚了 破我前两个困阵 都费那么长时间 我步阵速度 都比你破阵快 难道还判断不出 我们之间的实力对比 秦宇叹息一声 破坏比创造容易 不知一个阵法 要从各个方面完善 而破坏 只需要将一些重要的地方给破掉 阵法自然破掉 秦宇布阵 都比公孙静破阵快 二人阵道上的差距太明显了 熊霸电 公孙死了 熊黑那近乎三里的身躯 散发着恐怖的霸气 双眼怒瞪大如拳头 盯着下方颤抖的柳七言 你怎么还活着 柳七言感受到熊黑大人的愤怒 整个人吓得颤抖了 起来 哎呦 熊哥哥爷 听说你这次在一座小山头上 跌了大跟头啊 死了不少人啊 一个妖妹的红衣女子 轻衣连步 走了进来 美极妹妹 不能这么说 熊黑大哥 熊黑大哥是大义 是大义啊 虽然才数了七八次 一个皮肤白如雪的俊美男子 走了进来 这二人正是黑龙谈黑龙大人 麾下的另外两大高手 美极 柳絮道人 熊黑见美极 柳絮道人如此嘲讽 他不由心中恼目 美极 柳絮 那人不过是仗着阵法厉害而已 哼 我倒要看看 在空间之力扭曲下 他阵法如何 不破 一力降实惠 我这把天神器 可不是吃素的 熊黑眼睛一瞪 怒喝一声 阿爷 带人马 我要亲自去踏平了迷你山 第十五集 开天辟地